第311集 血隐之印的速度虽快 但还是闭不开一些高手的眼睛 发现就发现了 林明光靠灭血邪雷 无法击败古月 只能暴露出血隐之印和邪神雷铃 不过这些还只是林明实力的一小部分 林明可没自大到认为 自己在通天塔就无敌了 他必须小心翼翼 越往高处走 遇到的高手那就越多 擂台上 没有哪个舞者会明知失败 还会送死 至少得差不多呀 或者有信心赢对方才会出手 而这时候 一旦被人摸清了所有招式 知道了实力极限所在 离死也不远了 吸收掉血隐之印后 古月身上的煞气 也化成了灼热的能量流 融入林明的体内 遍布全身经脉 随之那种狂躁和嗜血的原始授欲 再度清晰林明全身 不过这一次 林明早有准备 只是稍稍闭幕 再度睁开 眼中一世一片清明 几个男奴快速把古月的尸体抬了下去 留下古月的须觅戒 给了林明 林明看都没看 直接收起来了 下一个 可有人战 又隔了一场战斗 林明再问出这句话来 台下没人敢应声 这小子 太弹性嚣张 一些巨魔族人 咬牙切齿的说道 可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 让他们上台 绝对不敢 这次死掉的古月 比扎那更强 即便在第一集团的舞者中 也排名顶尖 然而即便这样的人物 也被林明在短时间内击杀 谁还敢和林明交手啊 平时贪婪阴险的矮魔族 看向林明的目光 也是又恨又怕 一些矮魔族人觉得不自在 已经暗自退场了 倒有不少妖精族的女性 对林明充满了兴趣 甚至毫不避讳的 对林明大抛媚眼 整个角斗场 就这么沉寂下去了 上万的舞者 没人敢出战 一个人类舞者 看着台上的林明 面露复杂之色 感慨的说道 爆装了 嗯 在通天堂 足足十年 没出现过人类爆装了吧 所谓爆装 就是一个舞者在擂台上 战斗无人敢应战 这种情况 一般出现在巨魔族和妖精族身上 每一层通天堂 都对舞者的修为有要求 修为过高的舞者 必须去更高层的通天堂 所以能爆装的舞者 只能是同级舞者中的顶尖天才 对人类来说 太难了 圣级天才都不行 不可思议啊 不知道他是哪个宗门的 这种天赋 只要不陨落 疯狂称帝的不是问题啊 这种事啊 少打听 有些舞者既会提自己的出身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场之后 一个身穿礼服的蓝皮肤中年人 走上了台 平静的宣布 半注箱时间 无人敢战 爆装 恭喜你 试炼者 你获得了通天堂第二层的通行证 以及通天堂一层的无敌荣誉勋章 同时 获得十个杀戮积分 无敌荣誉徽章 杀戮积分 林明没稍一条 他对通天堂的规则知道的很少 第一次听说这两样东西 蓝皮肤的中年人笑了笑 他早就看出林明对吉星城的规矩完全不了解 还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打哪冒出来的 他解释道 在通天堂 每一个舞者都有对应的权限 一般舞者的权限只是最低的一星 每获得一个荣誉徽章 权限就提高一星 最高是十二星 比如你现在是二星权限 在通天堂的所有消费 都可以有九五折的优惠 随着你权限的提高 优惠会会更多 而且很多地方权限不够 进不去 哦 什么地方 蓝皮肤中年人神秘的一笑说道 比如某些特殊的拍卖场 再比如某些修炼宝地 修炼地 林明心中一动 习武这么多年 他可是深知修炼地的重要性 当初在七玄五府的七大沙阵中修炼 那效果完全不同 当然了 七玄五府跟通天堂比 那是天差地别 这通天堂本来就是血沙员的煞气之源 蕴含着连疯狂强者都无法突破的神奇法则 其中修炼地的品质那可想而知 荣与徽章都有哪些啊 林明问道 他对修炼地很感兴趣 有许多 除了无敌徽章之外 还有百连胜徽章 千人斩徽章 终结者徽章 六亿天魔徽章 尊主徽章等等 林明并不清楚所谓的终结者徽章是什么 他也没问 那杀戮积分呢 又能做什么 杀戮积分可以购买一些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 刚才说的修炼地 想进某些修炼地 不但要权限 而且在有权限的情况下 也需要支付足够的血煞精和杀戮积分 才能进入 再比如 特殊拍卖行的某些商品 也需要杀戮积分 才能购买 蓝皮肤中年人不厌其烦的为林明解释着 明白了 在下进入通天塔的时候 似乎听过一句话 在通天塔 力量就是规则 可刚才 你说了这么多通天塔的其他规则 这是约定成俗啊 还是有人制定的 自然是有人制定的了 正是因为有更强的力量 维护着这些规则 他们才能持续下去 而制定维护这些规则的人 就是十亿尊重 十亿尊重 不是十二亿吗 这些不是现在的你需要操心的 等你到了那个级别 就会知道了 蓝皮肤中年人说完这句话 就闭口不言了 林明只好作罢 他从蓝皮肤中年人手中接过自己的令牌 荣誉徽章 说了一声谢谢之后 就走下擂台 所过之处 人群自然而然的分开 没人敢挡林明的去路 倒是有几个妖族妩媚的女子 在林明走过的时候 站在那里搔手弄姿 然而见到林明 完全目不斜视 他们也只能没好气的哼一声 林明根本懒得理会 一直向着门口走去 现在他并不着急去第二层 只想要找个地方歇一歇 炼化体内的煞气 这位兄弟 林明走到门口的时候 被一个人类舞者给叫住了 转头一看 叫住他的舞者 正是之前被扎那所逼的那几个人 看到林明望过来 这几个人尴尬的一笑 相比起林明来 他们几个实在是有些丢人 领头的人类舞者 干咳了一声说道 我看这位兄弟 对通天塔完全不熟悉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跟着我们吧 我带你找个清静的地方住下 也会给你介绍一下通天塔的规则 你看如何呀 林明稍微思索了一下 就干脆的答应下来 现在如果有个向导 确实要方便很多 那就劳烦几位了 好说好说 说起来是我们谢谢你才是 你可真是为我们通天塔的人族 争了一口气呀 你不知道啊 平时许多人类都不太敢来角斗场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几个可能就危险了 就算没事 也会受辱的 那人类舞者由衷的感慨道 角斗场是巨魔和妖精族的天下 人类过来确实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而且通天塔中的不少地方都不禁杀人 在这种情况下 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 压力极大 林明同这几个人类一起走出武斗场 也知道了这几个人的名字 为首的这人名叫许炎 之前被扎那所逼 年纪不过二十出头 小个子的舞者 名为王东 这通天塔大的出奇 足以容纳数万人的舞斗场 也不过占了一层的小部分罢了 其余地方 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食物 满满的排出去 数量惊人 通天塔中的通道 总是四四方方 转角处也是棱角分明 这里的建筑 全部由一种灰色的石头砌成 看上去庄重而古朴 林明一路走来 见到不少凡人 不光是人类 还有不会舞的妖精和巨魔 这些凡人 多是年轻貌美的女性 也有一些清秀少年 和身体强壮的男奴 这么多凡人 他们是怎么登上吉星城的 林明忍不住有此疑问 吉星城所在的悬崖 有六七千丈高 周围只有粗大的锁链相连 宁脉气的舞者都未必爬得上来啊 凡人只能在顶级高手的背负下 才能上来 可林明这一路走过来 看到的凡人就不下百人 而这应该只是通天塔 凡人中极少的一部分 这么算下来 整个通天塔有十万凡人 这都不稀奇啊 许言看了一眼 这些忙碌的凡人说道 通天塔啊 已经不知道存在多久了 这些凡人 大多是出生在吉星城 最开始他们的祖先 只是被带上来的奴隶 后来他们在吉星城生存繁衍下来 世世代代 他们这些人呢 基本上一辈子不可能出吉星城了 除非死掉 他们的骨灰 才会被从藏骨牙上撒下去 也算是回归他们的故土啊 哦 原来如此 林明心中明悟 吉星城这么大 这么多舞者的衣食住行 肯定需要大量的凡人来服务 而这些凡人不懂武功 自然不可能离开吉星城 吉星城土地资源紧张 一般死者哪会有坟墓啊 死亡之后 直接从藏骨牙上把骨灰 从几千让的高空抛洒下来 正可谓是尘归尘 土归土啊 凡人的一生如此 可是在吉星城死掉的舞者 也是如此 林明又问道 我之前听那个蓝皮肤的中年人说 十亿天魔尊主 这怎么回事啊 好 吉星城每年进出这么多宗门天才 其中涉及到极大的利益 有利益的地方 自然有人眼馋啊 你应该听说过 自古以来曾经有超级势力 或者某些超级强者 打十二天魔城的主意 结果全部被某种神秘的诅咒力量给震死了 哎 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啊 通天塔的诅咒 只针对外来势力 而对本身在煞气之源成长历练起来的天才 却没有诅咒的效果 于是通天塔里的一些强者 就联合起来制定了规则 这些强者 大多是十亿天魔 他们身上的天魔纹身 都已经凝聚到十亿以上了 许言长出一口气后 以一种极其羡慕的口吻嘖嘖说道 显然他对着通天塔强者们能够聚敛的财富 言禅不已 林明心中了然 又问道 这些十亿天魔里 大多是妖精族和巨魔族 很少有人类吧 提起这个 许言原本兴奋的神色又枯桑下来 哎 我也只是听说过关于十亿天魔的一些传闻 似乎吉星城的十亿天魔中 真的没有人类 也没有半寿人 所以人类和半寿人的地位 才这么惨 人类的天赋 相较巨魔差到这种程度 那岂不是越往上修炼 差距越大呀 林明皱了皱眉 通天塔的十亿天魔中 有没有人类 他不关心 让他感到郁闷的是 人类的天赋 似乎不是一般的差劲啊 这以后修炼下去 岂不是困难重重啊 许言看到林明的表情 猜到了他的顾虑 略带羡慕的说道 哎呀 林兄弟啊 其实这对你来说 根本就不是问题 人类的天赋比巨魔差 是差在根骨经脉上 不过人类舞者 在经过命运之后 肉体重塑 会有一个崭新的身体 去冲击神海 而巨魔就不会经历 这样一个过程 从六星魔王 直接到魔地 没有命运 因此人类到神海以后 不见得比巨魔差 甚至有些经历过 七八次命运 才踏入神海境的人类 疯狂强者 体质比巨魔族的魔地还强啊 哦 原来如此啊 林明听到这里 轻输了一口气 无道意图 还真是复杂多样 种族不同 对应的修炼体系也不同 只要有办法 弥补体质的差距 不管过程有多难 林明都有信心克服 哎 林兄弟啊 以你的天赋 只要不出意外 将来成就神海 大有希望 不像我等啊 等到玄丹后期 那就是大造化咯 许扬感慨道 要知道当初 穆凤仙也曾经是 神皇岛圣女 比穆千语没差多少 最后也不过是一重命运而已 而通天塔一层的这些人类舞者 天赋尚不如穆千语 到玄丹后期已经是极限了 许颜这么说 其实还是不知道林明的实际年龄 如果他知道林明才不过18岁的话 怕是更要惊得说不出话了 此时通天塔第三层 一间宽敞的黑石房间中 放置了一张宽大的桌子 在桌子表面 撞刻了一个精密的法阵阵盘 阵盘上刻满了各种复杂的阵纹 而在阵盘四周 有一圈血煞精在闪亮着 在法阵上 林孔有一些晃动的影像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那影像正是林明与古月交手的全过程 这种特质的光影阵盘 属于幻震的一种 制作过程极其复杂 可以记录光线 以幻震的形式还原当时的场景 此时一个身穿红色战甲 面容粗犷的巨魔族青年 正专注的看着眼前变幻的景象 在通天塔 享有天魔七星称号的他 本身是巨魔族在吉星城赫赫有名的天才 这还是他第一次去关注一个修为 只有先天初期的人类青年 这场战斗 他已经看到第三遍了 就在这时 一个看起来像林家小女孩 长相清秀的妖精族少女走了过来 她的眼睛乌黑而明亮 在眼角上还点缀了两枚灵星的鳞片 看起来分外可爱 妖精族少女看到巨魔青年后 根根笑着说道 打鼓啊 你又得研究其他对手啊 我说呀 你老是研究这个研究那个 你累不累呀 哎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打鼓说完这句话就沉默不语了 依旧在专心致志看着幻象 这时候正是古月用魔元能量数把林明围杀起来的情景 哎 这小子不是古月吗 我有点印象 他还待在通天塔第一层吧 你居然有闲心情去研究第一层那些小孩子的战斗 多没意思 怎么 你还这么关注古月呀 打鼓摇了摇头 不看古月 难道看那小子呀 妖精少女摸着自己精致的下巴 哟 被古月的魔元树包围了 这小子估计要死了吧 可他话刚说完 幻象中的战斗场景峰回路转 就一瞬间 林明用邪神雷灵击杀了古月 又用血引之印破开了黑日耀空 哎 妖族少女待着了 局势变换得太快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古月死了 那个人类小子赢了 没想到 他竟然赢了古月 应该有能力上第二层了 甚至能在第二层混一混 不过想上第三层与我们交手 差得远呢 打鼓 并没有否认妖精少女的话 只是缓缓地说道 这个人类 名叫林明 他的修为 只有先天初气 什么 妖精少女顿时瞪大了他原本就大得过分的眼睛 在幻阵的影像上根本看不出林明的修为 只有先天初气 开玩笑吧 人类怎么可能这么强啊 事实如此 而且他的年龄未必比你大 不可能 妖精少女不能接受 有可能 人类可没有你们妖精族那么长寿啊 看他的样子 顶多二十几岁 打鼓说着 合上了光影阵盘 收入须眯境 这会是一个有趣的对手啊 如果他能在两年之内 冲上第三层的话 很多舞者在通天塔一待 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对拥有数百年寿命的高等级舞者来说 十几年实在不算什么 而且通天塔的战斗 每一场都可能关乎到生死 舞者出场 自然极为慎重 很多人大多数时间都在当观众 观察揣摩对手的战斗 或是在通天塔修炼 直到他们认为自己实力够了 才会出手 要知道 光是通天塔一层就有一两万的舞者 而通天塔一层的角斗场只有一个 每天发生在这角斗场上的战斗 也只有寥寥几百场而已 妖精少女被打鼓的话 激起了好胜心 不服气的说道 就算他年纪比我小又如何 等他到了我的年龄 未必会有我的实力 到时候我必然会前进更多 他永远也别想追上我 听了妖精少女的话 打鼓微微一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妖精一族 即便是凡人 寿命也会达二百多岁 二十多岁的妖精 的确只能算是少女 相当于人类和巨魔 十几岁孩子的心性 眼前的妖精少女 看似人出无害吧 但同样是天魔七星之一 要是因为年龄小 要是因为年龄小就小瞧他 绝对会死得很惨 这个林明还真是个有趣的对手 不过要等他成长起来才行 现在的他太嫩 不过要等他